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人民观影团 日本动画电影 你的名字口碑发酵 人民往北京12月5日电 上周五在万众期待之下 新海城自编自导的日本动画电影 你的名字 终于与国内观众见面 该片上映之前预售火爆 截至昨晚8点 票房达2.8亿元 日本本土的票房爆款 来到中国并没有水土不服 按照目前口碑继续发酵的趋势 大有打破日本电影 在华最高票房纪录继续 导演新海城说得很简单 我想讲的就是 少男少女邂逅机前的故事 你的名字于今年8月26日 在日本上映 目前票房累计已达195亿日元 越聚日本影史第六位 并成功积深日本本土电影票房 Top3 排在他前面的本土电影 是动画大师 宫崎君的千鱼千群和哈尔的移动重宝 而你的名字于后者196日日元的成绩 非常接近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升至亚军位置 你的名字是由新海城指导的一部日本动画电影 由神木龙居下像白石蒙英 担任主要配音演员 人设是由参与过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的田中江河丹丹 作画导演由曾创作过千鱼千群幽灵公主的安藤牙丝举笔 再见